当你真正的抛开所有的杂捏 去跟人交流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作为设计师 能直接接触客人 是多么宝贵的财富 它会对中国制造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 就是我能做得很小的一点点事情 学服装设计的 那你有什么进入首饰设计 其实如果说是珠宝和服装的话 就是不是非常相同 但是如果是饰品 和服装 还有很多相似的部分 记得我们当时 在做服装设计的时候 你肯定忍不住去画一些帽子 包包和鞋吧 就是给你的这整套的look 然后我其实就很喜欢首饰 都是看到这些天然的石头 材质 金属 我觉得比面料给我的灵感更多 然后每一次我们去看 那种设计师的Permio Vision 除了面料展 它每一季 它还有Andance 就是有新品 有个流行趋势和试制品的这一款 那我就是特别喜欢去看视频的 我是尝试了之后 觉得我就想做配饰这一款 然后就做了首饰 开店的第二年 我又重新就返回了学校 每周花一天的时间去学习 首饰是怎么做出来的 比如说它就给你一片 金属你可能通过切割 烧它 敲它 砸它 然后你把它做出一个形 是我后来发现 就是链条你可以把它当面料去用 因为面料就是放在人体身上 找人体的一个空间感 找它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形式 其实首饰跟它有相同的部分 比如说链条的粗细和长度 它的重量 人身上进行缠绕也好 你怎么样能把它做出一个 特别和谐的角度 其实我们作为设计师 有一点点无师自通 就是你一定找到过这一点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完成了 服装设计的时候 就觉得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这个想 那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来支撑一下 当时就开始做了一下自己的品牌 从线上开始销售一些小的首饰 然后慢慢慢慢地 觉得一年多 也有一个时机 正好遇见了这家店 然后就在这边建制下了 作为一个服装设计专业出发的 你觉得你在做生意啊 运营这方面有没有难点 难 非常难 首先就是面对客人 面对客人本来就不是我擅长的一个部分 本来学艺术或者学设计的都喜欢躲在后面 喜欢安静的画图 但这一刻把我推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难受的 也就不是说不想对客人热情 是真的有一点点社交恐惧 就是推出来之后 当你真正地抛开所有的杂念 去跟人交流的时候 发现你作为设计师 能直接接触客人 是多么宝贵的财富 你可以在他世代这件东西的时候 马上就给自己反馈他喜欢他不喜欢 他喜欢在哪儿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三年之内见到那么多的客人 其实你会在设计上不飘 就是更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产品 是真正的可以提供给你的客人 可能在一年半之后 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至于运营 也是不断地在摸索 就像我们现在从线下 也慢慢开始转型到线上 一方面是因为 大家都是有网购的这个习惯 再一个就是比如说疫情 都给我们带来了冲击 但是一方面是危机 另外一方面 其实能给你一个动力让你去改变 在运营方面 我们也是要跟着外部的环境去调整的 都要去想办法 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做什么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商业的角度上 慢慢地靠近到人文的这一边 比如说带领大家一起去参与手工 那我们就手工课的次数提拗了 反而你在店里面做销售的时间缩短了 对这个店铺 其实我希望能够慢慢地去靠近一些人文的部分 除了商业化的东西 我们能给人一些温度 比如我们可以把这边的年轻人聚集在这边 我们大家都在海外留学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回忆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手工课 包括一些分享 设计的分享 然后音乐的分享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品牌的发展 我希望能够把它带回中国 因为毕竟也是 我本身是中国人 我还是希望自己做了设计之后 把我的产品带回国 店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国设计师 然后包括在国内合作的中国设计师 就是也是做的特别好的独立设计师品牌 就目前为止吧 国内的设计师的土壤也是特别好的 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可能我也会作为设计师的身份 然后再回国发展一下 对这样也算是你凭自己的意己之力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去帮国内的一些品牌 就是我希望法国人看到 我们中国有多么好的独立设计师 有多么好的设计 让他们去问 他说这个是哪里的设计师 我说这个是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品牌 会对中国制造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 就是我能做的很小的一点点事情 我刚才也看到 你们店里有一个设计师 我们的设计师 他是澳大利亚和瑞典的混血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独立设计师 然后我们就是相识 在这个店铺当中的 就说我可不可以在这边找一份工作 然后我跟他说 我这个店一直都是我自己在 有很多运营方面的难处 说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一起去构造他 我们可以一起想 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 手工课的这个主意 然后也把他的设计的产品 就是展示到我们的空间里 一方面带动我们店铺的发展 一方面也可以给设计师 提供一个空间 让他展示自己的产品 然后成长成一个 独立的设计师品牌 你们这些产品 其实大部分价格算是亲民的 所以你的客户群 大概是一个 怎样的年龄段呢 其实跨度有点大 比如亚洲女孩 法国年轻女孩 大概从25岁到35岁 这个区间是最多的 然后就是一些上了年纪 特别有品位的老太太 然后他们会来店里 选一下他们自己喜欢 因为我们这边 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包括我们做任何的小的活动 小的party 包括手工课 我们都是这个小的项目 独立出来的 就是给年轻的设计师 包括我 就是一个发挥 自己才华的空间 所以也欢迎 有才华的小伙伴加入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